下面的这则新闻应该会让很多人觉得真的很可惜 台南市有一名林姓男子 喝了酒之后居然提出了200万元的线钞 在家里头用打火机给烧掉 还是邻居发现起有报案 将警销人员才抵达阻止 最后只救回了大约50多万元 而烧毁的部分能不能兑换新钞 恐怕还要再鉴定 在自家纵火的林姓男子被警方当场靠上手铐 消防队员将火势扑灭之后 仔细一看才发现真的不得了 地上居然满是千元大钞 全被男子用打火机当成废纸烧 附近的邻居简直无法置信 警方将剩下的钞票带回派出所买满一地 每一张都有烧焦的痕迹 更有数十万元已经烧得无法辨识 这名烧紧的林姓男子当天从银行里提了200万元 回家途中不但拿着十万元一碟的钞票四处乱丢 还在家里用钞票点火取暖 最后只剩下50多万元 男子的手指上还戴满了名贵的戒指 家中的环境相当宽裕 却因为喝酒喝到有些神志不清 警方也将这一大碟烧毁的钞票 匆忙调查局鉴定 看看最后还有多少能够兑换新钞